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他们从老家的小镇搬到了大城市生活 这时衣柜的外面传来了动静 是他们的爸爸拉塔叔带着一个失足妇女不可描述 看来是拉塔叔提前让姐妹俩躲进了衣柜 不要出来耽误她的好事 但这时小美却从门缝里看到了一个可怕的恶魔一闪而过 吓得她发出了尖叫声 失足妇女见还有小孩在就生气的离开了 而姐妹俩也因此遭到了父亲的一痛毒打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了十几年后 当初的小姐妹已经长大 在他们的爸爸因意外去世后 他们的姨妈也就是母亲杀了的妹妹漂亮姐 将含在上高中的小美接到了自己的家照顾 此时姐姐大美考上了大学去了外地 可刚搬回老家的第一天夜里 小美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半夜她赶到床在剧烈的晃动 一直把小美给晃醒了 小美问漂亮姐是怎么回事 漂亮姐让小美不要担心 也许只是一次小地震 小美一听也就没有多想 吃了早饭就去上学去了 然而当他们出门后 房间里似乎还有什么人在悄悄地出没 随后在上学的路上 小美鬼使神差地来到了自己原来的家 房子已经非常的破败 小美走了进去 想找一找过去生活的影子 但却感受到了一种很不舒服的压抑感 通画面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确实有鬼影在房间中闪过 小美赶紧就逃出了房子 却迎面碰上了一个高个女孩 女孩叫花花 当年和小美也是很好的朋友 只是小美搬家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两人再次相见 两个女孩有说不完的话题 到了晚上 花花带着小美参加了儿时伙伴的聚会 还和同学小帅一见倾心 聊得很嗨 年轻人聚在一起就喜欢玩点刺激的游戏 花花说自己最近下了一个通明软件 可以探到周围存在的鬼魂 准确率很高 大家一听就来了兴致 都想试一试 伴随着软件发出的嘀嘀声 小美不由自主地看向了远方 只见不远处的森林里 站着一个女人在向她招手 小美惊讶地喊了声妈妈 就直奔森林而去 别人拦都拦不住 可走过去一看 却什么都没有 小美只好灰溜溜地回家了 然而此时 一个烂脸的女鬼 却悄悄地跟在了她的身后 晚上回到家睡觉的小美 又感到了强烈的晃动 她努力地睁开眼睛 迷迷糊糊地 看到了一个长着双脚的怪物 一闪而过 第二天 小美一整天都萎靡不振 花花关心地问小美怎么了 小美说自己可能昨天晚上 看到了自己死去的妈妈 这几年自己 总能看到妈妈的鬼魂 一闪而过 花花说自己有个办法 可以联系到死去的人 于是她和小美回到小美的家中 对着镜子点燃蜡烛 然后念动咒语 一番操作后 蜡烛忽然熄灭 接着一个鬼影出现在了镜子中 小美以为是妈妈来了 激动地喊了起来 可镜子里的鬼魂 却变成了长脚的怪物 花花没想到自己瞎操作一通 居然真的把鬼给引来了 站起身 一溜烟地就往门口跑 这时漂亮姐回到了家中 那些鬼魅煞时间都消失了 面对姨妈的询问 小美和花花并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 结果因此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当天的晚上 那个双脚恶魔再次出现 将一团恶心的年夜 吐到了小美的嘴里 第二天小美醒来后就性格大变 穿的是格外的性感暴露 这让接她上学的小帅是惊诧不已 接着小美将小帅拉到了森林的深处 主动将她推倒 想来场不可描述 小帅推托说自己还没准备好 起身就要走 却被小美咬伤了舌头 小帅赶紧就逃离了此地 看着小帅狼狈逃跑的身影 小美发出了冷笑声 当天的晚上 花花翻阅资料时 忽然发现 点击中记载的恶魔 和那晚在小美家见到的一样 也就是说 他们召唤出来的 根本不是小美的母亲 而是这个恶魔 她赶紧就跑到小美家的楼下 想告诉小美真相 然而这时小美的窗前 那个烂脸女鬼却突然出现了 花花下的是落荒而逃 然后半路上被一辆失控的车给撞死了 周末漂亮姐带着小美去教堂做礼拜 听漂亮姐介绍了小美的身世后 神父书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神情 祈祷仪式正进行着 实习神父小强正在滔滔不绝地讲着圣经 忽然小美开始不停地抖动了起来 眼睛鼻子里涌出了大量的鲜血 接着她突然站起身 对着小强不停地咆哮 说自己是得到邀请进入到小美身体的 她才是众人敬仰的神 话说完 小美就倒在了地上不断地抽搐 漂亮姐赶紧就把小美送到医院抢救 而神父书愣在了那里 嘴里喃喃地说道 看来她母亲的悲剧又要重演了 原来当初小美的母亲信仰邪教 结果被鬼附身 性格大变 后来漂亮姐请来了神父书 为沙拉驱魔 但却失败了 后来沙拉生下了小美后就死掉了 这次驱魔失败 也是神父书一生的阴影 也因此对上帝产生了怀疑 过了很久才走出了阴霾 而另一边 小美被送到医院后 却断不出任何的问题 只说是因为精神紧张 才流了鼻血 让回家静养 看着外甥女儿不人不鬼的样子 漂亮姐觉得还得求助神父书 她要求了神父书很久 但神父书就是不答应 这时小强自告奋勇的说 让他来试一试 他平时就喜欢读驱魔方面的书 正好可以实践一下 神父书一想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不如就让这后浪来历练历练 说不定有出其不义的效果 于是就同意了 就这样神父书 小强 漂亮姐 齐聚小美的卧室 开始驱魔 过程大家都熟悉了 我们就不描述了 总之结果就是魔没被驱走 小强喊领了盒饭 看到此情此景 神父书绝望的对漂亮姐说 看来历史又要重演了 接着她将漂亮姐带到了教堂的地下室 在这里有几个像牢房一样的房间 里面关着的都是近几年来驱魔失败的附身者 此时漂亮姐惊呆了 因为她在这里居然看到了自己的姐姐莎拉 姐姐竟然没有死 接着小美也被关进了这里 神父书对漂亮姐说 看来只有请小美的姐姐大美回来了 故事到此结束 那么到底小美一家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她们一家会遭此厄运 关注涛哥 明天为大家继续解说 魔游新生第二部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我们来看的电影 我们下集完 电影解说 我们下集完 听完